邓丽君的《歌唱宇宙》就从宇宙唱片的邓丽君开始 邓丽君在1969年的中期才刚刚主演主唱电影《谢谢总经理》 获得了演歌双七的演艺新地位 不到年底又迎来歌唱生涯的另一波高潮 这一年的10月台湾的第二家电视台中式成立 10月10日国庆日当天开始释播 邓丽君除了与中式签纳基本歌星合约 也演唱了中式也是台湾的第一部电视连续剧《津津》的主题曲 这首津津的同名主题曲 当时在宇宙唱片、海山唱片、电视台与作曲者左红源之间 引发了一些版权争议 在其他唱片公司的抢发歌曲的压力下 宇宙唱片利用之前的邓丽君之歌第四集改版 加入《津津》一曲紧急推出 《津津》连续剧播出之后 玄机引发轰动 邓丽君的歌声和剧中母女李善相寻的故事 随着电视的每天播映深入加呼 同名主题曲《津津》成为《一见你就笑》以来 邓丽君广受欢迎的歌曲 也是邓丽君第一首原创的代表作 随着成名曲的累积 邓丽君的演艺生涯也在此时有了大幅度的开展 他主持了中式的每日一星节目 也首度应邀出国到新加坡演出 12月到香港演出到隔年年初 荡选了《百花游》慈善皇后 《津津》的走红可以从以下几点看到 首先当时的歌手在专辑中翻唱 同期的流行歌曲的情况非常普遍 之前的邓丽君之歌专辑系列 都是对其他歌曲的大量翻唱 而《津津》这首歌是开始有其他歌手 翻唱邓丽君的歌曲 目前我们找得到津津的版本 就有姚书荣、青山、陈芬兰、谢雷、刘家昌 等等当时的一线歌手的翻唱版本 而歌曲的流行程度也遍及海外 像是在1970年的一篇报道中 当时邓丽君在香港演唱 《津津》就是受欢迎的必唱曲目 而津津也有许多东南亚歌手的翻唱版本 津津这首歌有许多意义可以谈 简单的说 第一个就是刚刚提到的 这是邓丽君第一首大受欢迎的原创歌曲 第二 这首《津津》也是邓丽君跟作曲家 第一部电视连续剧 更是台湾的第一部电视连续剧 除了连续剧的主题曲演唱 邓丽君在这个阶段也成为中式 《美丽一星》的固定主持曲 电视的穿透力可以让演艺人员 歌曲在短时间之内就大受欢迎 可以看到当时的台湾开始进入了电视 成为主流娱乐方式的阶段 而在著作权还没有完备的年代 金晶引发了侵权的争议 16岁的邓丽君针对也同时发行 金晶单曲的海山唱片 剧名在报纸发布声明稿 声明版权 宇宙唱片的金晶在取得授权之后 紧急以之前的邓丽君之歌 第四集改版推出 这是台湾唱片史上 非常早期的唱片侵权官司 还值得一提的是 海山版的单曲唱片封套上 印着邓丽君主唱 伴奏式电心乐团 宇宙版本除了印上金晶这首 新歌曲的词曲作者 文奎与古乐 其他的工作人员资料 都是研习原有的邓丽君之歌第四集 没有提供新单曲 金晶的其他音乐制作资讯 海山版本印的电心乐团 是60年代到70年代 台湾非常知名的热门乐团 目前找得到的资料 他们也常在此时 邓丽君固定演出的 中式每日一星节目里面中表演 金晶这首歌 包含了许多邓丽君 与台湾电视唱片圈的第一 非常有意思 16岁的邓丽君 演唱这样的亲子题材 非常契合 是邓丽君最早期的杰作 难怪可以得到非常大的功名 不过在邓丽君最早期的热门歌曲中 像一见你就笑 邓丽君在后期还有陆续演唱 但是金晶这首歌 在80年代之后就没有再演唱了 这样的亲子题材 的确是少女时期的邓丽君 才能专属表达的 好 小